對撞後的火車整列車廂衝出軌道外 車身全毀 救難人員在一片殘骸中 繼續尋找生還者 希拉28日發生嚴重火車事故 一列載客火車和一列貨運列車 對撞出軌 造成數十人死亡 其中許多人都是學生 有乘客形容事發當下場景 車廂內宛如人間煉獄 事發後希拉總理弥佐塔基斯 也到場視察 他表示種種跡象顯示 這個意外是由不幸的人為疏失所引起 交通部長卡拉曼里斯 得在事故後幾小時宣告請辭 不過他稍早到現場勘察情況時 才強忍著哽咽 誓言要徹底調查意外發生的原因 希拉最高法院隨後也下令 將展開調查 政府發言人指出 這兩列火車在同一個軌道上 乡上行駛了好幾公里 才發生對撞 目前已經有一名火車站站長 被控因為疏忽造成大量死亡 而被警方逮捕 不過這名男子否認犯法行為 並將事故歸咒於技術問題 環宇新聞黃宇君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